他是一个无人敢惹的光头 而这位黄毛不仅侮辱了他的女友 还在他脸上留下一道疤 郭达见女友受了欺负 便带着他找到黄毛 黄毛仗着人多并没把他放在眼里 郭达瞬间出手 一炮子 两炮子 其他人见状还想帮忙 可这群小咖啦哪里是他的对手 一个个被揍得哭爹喊娘 他们连郭达的头发丝都没碰到 便倒在地上无法动弹 接着郭达捡起篮球 用力砸在黄毛身上 黄毛当场吓得瑟瑟发动 随后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 带着女友扬长而去 可即便是这样一个狠人 在团队里也只能排老二 因为他的老大是越战之王龙叔 而队伍里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他们拿钱办事 专替雇主解决各种麻烦 但有个原则是不能滥杀无辜 团队也有个霸气的名字 那就是赶死队 这天在索马里海域中 一伙海盗劫持了一艘货轮 他们以人质作为筹码 让货主准备一千万马内 而赶死队的任务便是营救人质 上船后龙叔把钱扔下去 接着让他们放人 可海盗头子不识好歹 临时加价到两千万 此话一出脾气不好的大山顿时怒了 他不顾龙叔的阻拦 一枪把海盗头子轰成了两半 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 小喽啰对着他们疯狂扫射 几人赶紧扔下烟雾弹 起身打碎所有的照明 四周瞬间陷入一片非暗 然后他们带上夜视镜 迅速展开反击 趁海盗还没回过神 他们利用安全绳来到甲板 等被用电源开启后 赶死队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 而海盗也没剩几个 郭达劝他们放弃抵抗 可他们死到临头还在嘴里 龙叔也不再和他们废话 眨眼的功夫海盗全都领了盒饭 就在他们准备返回时 大山竟打算将存活下来的海盗吊死 龙叔说这样不合规矩 可他却无动于衷 杰哥看不下去了 他悄悄绕到后方 上去就是一脚将他踹倒 跟着又是一脚外加两炮子 可两人力量悬殊太大 杰哥反而被控制住 大山拔刀准备干掉杰哥 好在龙叔及时赶到 并用枪对准他的脑袋 这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虽然任务顺利完成 但龙叔知道大山不能留 他冲动的性格迟早会害了大家 回去后龙叔将他踢出了赶死队 大山心里很是不爽但也无可奈何 很快龙叔又接到新任务 一个名叫老王的雇主让他们前往一座小岛 刺杀一位势力庞大的将军 由于任务难度系数大 老王还找来了终结者阿诺协助 听完老王的介绍 阿诺觉得这和寻死没什么两样 于是果断地开溜 但龙叔可不怕 他接下了这个任务 随后他便带上郭达前往小岛 准备先去一探究竟 从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光头 只见他从飞机前带钻出来 然后开启机关枪 对着码头上的敌人疯狂扫射 就在刚才 龙叔接到任务 委托人老王以500万顾下赶死队 让他们前往某个小岛刺杀一名将军 于是龙叔带上郭达 准备先去岛上侦查一番 很快两人便抵达目的地 他们以摄影师的身份顺利通过安检 随后打算去和街头人碰面 此时一辆载满士兵的卡车驶来 这些士兵非常野蛮 遇到挡路的直接下车清扫 郭达趁机拍下了这一切 其中一个西装男十分显眼 龙叔重点记住了他 随后两人来到指定地点 找到了街头人小美 小美带他们出去熟悉地形 并介绍了岛上的情况 这里的人原本名风淳朴 可自从来了一群美国人后全都变了 他们与将军同流合污 在岛上到处种植面粉 弄得百姓民不聊生 而西装男正是美国人的老大丧彪 一行人来到将军的基地 杰森下车准备分头行动 龙叔正在附近查看时 突然一群士兵发现了他们 小美让龙叔别说话 交给自己来处理 通过谈话中得知 原来小美是将军的女儿 她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 才离家出走 士兵准备将他带回去 龙叔也被放倒 危急时刻郭达赶到 龙叔迅速展开反击 两人配合默契 这些小喽啰根本不够看 丧彪收到消息 立马带人追来 龙叔三人心之不妙赶紧开溜 很快他们便抵达了码头 郭达带小美先行撤退 龙叔则为他们掩护 可临走时小美突然改变主意 他为了父亲毅然选择留下 郭达也顾不上那么多 赶紧启动了飞机 龙叔迅速解决掉两名士兵 而此时大部队也追了过来 就在飞机即将起飞时 龙叔纵身一跃抓住舱门 艰难地爬了上去 可他们并没有离开 两人咽不下这口气 打算回去好好教训他们 随即郭达把驾驶围让给龙叔 自己则从机头钻出来 等他们返回码头时 郭达按下扳机一阵突 士兵们顿时伤亡惨重 可这还不算完 龙叔打开开关 释放出大量的燃油 底下的人全都一脸蒙圈 郭达扭头又是一发信号弹 发泄完心中的怒火 两人这才潇洒离去 回去后龙叔查到 部主老王是中情局的 他的暗杀目标看似是将军 实际上是丧彪 丧彪以前也是中情局的人 可后来做了叛徒 他们想解决叛徒又不方便出手 这才找到龙叔的赶死队 与此同时 丧彪抓到了小美 并对他展开言行逼供 不过小美很有骨气 硬是一个字也没有说 而龙叔也一直担心小美的安危 他总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对方 为了不拖累队友 他准备独自返回岛上营救小美 可刚发动汽车杰哥就跟了上来 他不顾龙叔的劝阻 坚持要和他一同前往 等两人上了飞机 才发现其他队友早已等候多时 女人被蒙住双眼绑在凳子上 守卫不怀好意地对他动手动脚 好在龙叔及时赶到 只是一瞬间的功夫便将两人秒杀 在救下小美之后 龙叔赶紧带他逃离此地 与此同时 赶死队的其他成员正在四处安放炸药 他们神出鬼没 快速解决掉外围的守卫 一切行动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可龙叔却在逃跑途中遭到埋伏 小美再次被抓获 龙叔也被勒住脖子 危急关头郭达和杰哥从天而降 两人配合默契 打得这群小趴了满地找牙 龙叔也解开束缚 朝着为首的光头扑了上去 没想到光头一身蛮力 龙叔一时间竟有些招架不住 而此时外面已是一片混乱 杰哥也陷入苦战之中 还差点被敌人送去西北 好在郭达扔出飞刀解围 跟着跑过去将对方撂倒在地 可随着敌人源源不断地感动 郭达也没了子弹 正当陷入绝望之时 队友老黑从身后杀出 瞬间局面便扭转过来 光头见势不妙 丢下龙叔赶紧开溜 一行人以为危机已经解除 可他们踹开大门全都傻眼了 外面的敌人更多 几人赶紧退了回去 另一边的将军终于醒悟了 他不想女儿受到伤害 于是决定终止与丧彪的合作 随即他来到外面喊话 准备将这些美国人赶出小岛 不料丧彪劫持了小美 接着开枪把将军送走 士兵们以为是赶死对干的 对他们展开了疯狂扫射 一行人被压得不敢冒头 郭达让龙叔引爆炸弹 但他却迟迟不动 直到看见小美离开房子 龙叔这才按下开关 他们提前安装的炸弹全部引爆 瞬间就把房子炸成了废墟 士兵们也都仓皇逃离 赶死队立刻乘胜追击 老黑的重机枪十分给力 直接将远处的哨塔打爆 其他队员也异常勇猛 所到之处不留下一道火口 龙叔的手枪更是用出了机枪的效果 在几人的默契配合下 这些士兵很快都被消灭干净 丧彪健壮带着小美逃跑 打算乘坐直升机离开 这时队伍里的帽子哥一拳放倒光头 要论力气帽子哥更胜一筹 他硬生生把光头撞进火海 当场烧成了木炭 眼看丧彪即将逃走 老黑用尽全力扔出炮弹 龙叔迅速开火 直升机被炸成了渣渣 走投无路的丧彪利用小美做人质 他让龙叔饶自己一命 不料被小美推开 龙叔连开竖枪 郭达也在背后捕上一刀 至此这场营救行动终于画上了句号 故事的最后 龙叔给了小美一大笔钱 让他用来重建小岛 由于两人年龄悬殊太大 没能过上甜蜜幸福的生活 而大山也改掉了冲动的性格 赶死队重新接纳了他 电影也到此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